先打上面 先看现场的几个条子 有一位女居士 因几次婚姻失败 十分痛苦 不想活下去 决心要燕离苏婆 一心求往生 要求法师和居士们 为他助念 他本人没什么大病 就通过十多天绝食 终于走了 能往生吗 这样做对吗 请开始 你这个情况 还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了 由于世间的婚姻 因失败十分痛苦 产生业力之心 一心求往生 在这种情况下 又有居士帮他助念 自己的怨心非常强烈 阿弥陀佛 慈悲不舍任意众生 是可以往生的 但这样做对不对呢 这样做倒不是值得提倡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要想到 说佛世界一切禁欲 大部分都是痛苦的 我们得要有一种空性的智慧 来看破它 来接纳它 来忍受它 而且有坚定的信愿 争取在这个世间 多念佛 多修 种种功德 这样在说佛世界 修行一日 胜过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百年 尽头中 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 一定会来接引 但临命中 我们要活到自己命中 已定的寿命 为好 所以我们不提倡 灭受取往生的做法 但是一旦有这个特定 阿弥陀佛严明任意众生 是可以往生 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印竹文超也谈到 有两个 有一个老太太 老居士 由于他的儿子去世 他就非常悲痛 自己服毒 服毒 端坐往生 服毒没有痛苦 而且面色非常的 安详 往生直向 还有个跳水的 这个气不过跳到水里 结果打捞的时候 他人还站在水中 面膝合掌 站在水中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 威神愿力的加持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净土 强烈的信愿 就这么制裁的话 那都是要下三个道 这些我们还是按照通途去做 在这个世间产生 艾尼苏婆的怨心 随缘 随缘在这个世间度过 哪怕是很难熬 实际上你看 用佛法智慧看到他 他也很好玩 这个世间 你不执着他 痛苦 就是我们修道的真上缘 不要去走极端 这样走极端 你老这个样子 你一下受不了 又要断食 一下受不了 又要跳楼 人家还觉得 我们佛教怎么回事了 对佛教形象不是太好 净土法门的终极目的是往生 对不对 决定往生的根本是什么 请法师用最简要的几个字 给闲人做决定的回答 一定安心 念佛法门的目的就是求往生 没错 不能去求其他的 求开悟 求神通 求人天福报 求升温圆觉 求下辈子出家 大逢佛法 等等这些都不能去求 就是求往生 解决往生医院 就解决一切愿 不能往生什么都完了 尤其在这个五桌是非常桌的环境当中 更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 往生问题 不能在这个轮回显露当中 三界火载当中自由了 那往生的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 就是信愿 你有坚定的信心 有肯切的愿力 你哪怕是十神 乃至一神都能往生 重在信愿 解决了信愿之后 一定要老实念这个名号 这就叫信愿 以深信切愿 这是名号 就是往生的根本条件 所以念佛以信愿来庄严 决定可以往生 佛寿无量寿经卷下 开头几句经文 诸有众生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既得往生 诸步退转 为处武力 诽谤正拔 情法之慈悲开解 这闻其名号怎么说 这信心欢喜怎么解 乃至一念 这一念又是什么一念 既得往生 做步退转 是说 现身当下活得的事 还是 说舍报往生 净土之后的事 情慈悲开解 你这个问答 还有点水平 说明还是对经文 有过思维 参景 这段经文 确实就是对十八院的权戏 诸有众生 十方世界 无量插土 二是无有的众生 这个诸有众生 不仅包括人导众生 包括种族的众生 文其名号 这个文其名号怎么说呢 文 用我们的文性 制成的心 文的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文是包含着信 包含着信心 不简单的 是听到了而已 左耳听右耳听 出 构成不了文 文是包括当下 内心相应 哎 名号功德 真大不可一 大不可思议 我终于 找到了 出离生死的 一个方法了 将他的信心 大的信心 产生之后 就产生 大的欢喜 这种清静 自成的 这种欢喜心 啊 永变全身了 无量寿经 接着下面讲 他就是一毛为奇呀 泪流满面了 这是他的信心之相 旷解以来 终于这一念起来了 你不要小看这一念 信心欢喜一念 是很难的 啊 我们繁复众生的念头 你去观照下 有哪一念 有信心的念呢 有哪一念 有欢喜的念呢 都是财生 明世 都是人 人我是非 等等这些念 现在竟然在 还出现了 信心欢喜的念头 念头可能 他有一个相当的持续 乃至于 就是最低限度 有这一念的 欢喜信心 你就以这一念的 信心欢喜 以自成心 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愿意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念信心的功德 很大 我们一般的人 总是认为 事项上的修行 很了不起 对这些 看不见 摸不着的 心性上的 这个信心的功德 往往是不了解 不看重 边缘化 在大乘的 原教的经典 他告诉我们 实际上 这个 一念的 这个 功德 他是 无量 无边的 是不可 说尽的 法华经 你看法华经 讲 就是相信 佛的寿命 无量 有这一念的 相信 他就胜过 一个人 求 阿罗多罗三秒 三菩提 在 八十 亿 拉幽 他结 这么长的 时间当中 修行 不失 实际 忍入 精进 禅慧的 禅定的 功德 这个 这么长的 修 修五度功德 应该很大 但是 比起 这一念 相信 佛的寿命 无量 这相比 那是百分不及 一千万不及 乃至算数 比喻数 不能及 可见 你一念 信心 功德 他是 无量 无边的 你相信 佛的寿命 无量 都有这么大 功德 现在还相信 阿弥陀佛的 名号功德 这个名号 就是实相 这个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这个名号 就是我们解决 生死苦海的 慈航 只要安住在 名号 就解决问题 你有这种相信 那是不简单的 事情 这是无量 无边的功德 你把这个功德 自行回向 西方极乐世界 既得往生 既得往生 你当下就往生 当下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莲子里面 就有一朵莲花 出来了 你就对阿弥陀佛的 三名三目的 永不退转了 这个阿弥陀佛 经讲 若以愿 若经愿 若当愿 接着不退转 因为阿弥陀佛的 三名三目的 你当下就在 这个良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来自释放祖佛的 慈悲射手当中 紧紧的把你抓住了 你这一念已经是通到了阿弥陀佛的大愿至海去了 我们的这个信心欢喜怨深的一念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的这个至海的浓在一起 那你就不会再跑了 住不退转 所以你说住不退转 是说当生还是指现在 他都有 现在你就不会退转无上正在正决 到了西方几多世界 你这个就得到三种不退 这个行 为不退 行不停 念不退 这个 这是无上之大力 这就是净多法门会以众生真实之地 就在这几节经文当中 河盘拓出 所以 我们说 相信这个很难 但相信 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 大平等心 不忍众生受苦的心 要把一切都恩赐给众生的 强过父母的心 所导致的情况 所以他能普世一些众生 普世一种这里讲 唯处武尼诽谤正法 就是如果有一类众生 不在这个摄受之内 唯处 唯有 除掉 造武尼罪 同时又诽谤正法 他诽谤正法 就是没有信心 诽谤正法 就构不上文旗名号 信心欢喜 他就是他没有信愿 没有信愿 当然他就 不能蒙受阿弥陀佛 慈悲愿力的加持实受 代意往生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 这个 谈信心问题 有时是很难谈的 我们凡夫众生 无名黑暗 总是有怀疑 总是有诽谤 法画经 你看前面 这个放光线内 文书 弥勒菩萨的 对相互的仇问 到底是什么 释迦牟尼会放这个 这个内相啊 能内相当中显出一万八千佛土的种种的情况啊 最后 摄地佛也也应请来请了 佛 佛说他有圣身之法 圣身 圣身微妙 难思难解 这个第一方便 等等 那摄地佛从来没有听到 就再三请了 希望佛说呀 那佛都不同意呀 直直啊 不须说呀 是法妙难思啊 足真上漫人 这个文 文道 生疑绑啊 会生怀疑诽谤啊 所以就不说啊 那这个法华经 它是原教的道理 佛都不敢轻易说 一说知道很多人会怀疑会毁谤 那你说这个净土法能 这个是原等中 自己原等方便中 第一方便 法华经是第一方便 是第一方便当中的第一方便 你说他就更 更难相信 所以佛再三会讲到 哎呀 这个法呀 净土之法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一切世界极难性 此法等等会说这么多 所以你看 这么难的一个事情 你竟然突破了 你还能够有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了 那你这个不是一般人 那真的这种人 能够文性名号 信心欢喜乃至一念 他的善根之深厚 确实不是在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众生根 乃是在无量诸佛 而众善根所产生的情况 所以这个这段经文 他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么不行 所以犯了五宁罪 说明没有 没有福德 诽谤正法 没有智慧 善根福德都没有 他当然 不是佛不摄受他 他自己就把自己 完全的疏远了 逃离了 割开了 弥陀的原理 所以我们如果读诵 无量寿经 对这几句经文 能够当下承担 没有一点怀疑 你就解决问题了 不需要更多了 好 看看这个上面 梦境对于我们 究竟是什么境界呢 在梦境中破了五戒 应如何看待 清晰明了 真真切切 应如何忏悔 梦境是假的 但是我们说梦境是假的 当下也是假的 这个值得是大假 说小假 大梦说小梦 所以梦中破了五戒 这里倒不是要追究你的根本罪 但是要生大惭愧心 要自责 说明我们的内心 有一种破戒的冲动 作恶的冲动 在你比较清醒的时候 用你的理智 用你深信因果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还能够控制身口 其次 在梦中 我们的第六意识 控制不了的时候 这些里面的邪恶的形象 他就现前 所以你要忏悔 要自责 但是不是说你就破到五戒 是没关系 如果你在受戒的时候 你用阴重心 这个感得了五戒的 无作戒体的话 在梦中有一个 使我们要破戒的 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无作戒体会起来 你会马上感觉 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我是受了五戒的人 他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你在梦中 稀里糊涂 这个戒体的力量 还上不来 对即没有戒的力量的话 还是说明你受戒的 阴重心不够 下满下山的人 那我们在梦中 要待上十二大戒 才能花开见佛 天闻佛法 那如此长的时间 他们在做什么呢 阿弥陀佛 成佛到现在 也才经历了十戒 下满下山 那多可怕 下边下身不可怕 在这个世间才可怕 你在莲花里面很享受 它也有其保持罢工的水 念头一动也是衣食自然 它的享受超过它化自在天 你可不要以为这个世间才苦 而且莲花里面主要就是 它不能见佛 不能闻法 不能见比丘生 但是佛光还能进去 十二大劫是从其大者来说 如果你在莲花里面 那种至诚恳结的忏悔 能把这个涅障 把一根忏掉 也不一定非得要十二大劫 就好像讲边地一层要待五百年 五百年是其长者 某个短者不需要五百年 所以十二大劫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概念 这个十二大劫是对应 我们娑婆世界的时间概念而言 就西方极乐世界而言 这十二大劫不是很漫长 时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不要谈害怕 我们能够做到下品下神 就值得放鞭炮庆贺了 问题就是连下品下神都没份了 说实在话 我们这个五作恶事的众生 先不要谈这个前面十三定善观想 也不要谈上品下的什么 我们举心动念 我们所作所为都是 大多数都是造地狱之一 所以下三品说的就是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怎么样了 要真实的看到 我们每天都是在造地狱业的众生 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在地狱里面才可怕了 地狱里面 那就是最前的地狱的 我们这的一天相当于地狱 就是地狱的多少万年 才相当于我们的地狱的一天 那地狱的寿命很长 那个寿命很长 在那里受苦 受苦无间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好长一点 那里享乐 享乐超过夜谋天 那完全不是一码事 所以可怕的是 不能往生到地狱里面去 到下面下神都不可怕 问题就怕往生不了 我们因为有工作 只好将孩子交给老人的 由于生活老人的溺爱 孩子非常任性 稍有不顺 就大发脾气 哭闹不止 此时的说服教育 讲道理不起丝毫作用 严厉训斥 便遭到老人的埋怨和不高兴 总说孩子从小没脾气 软弱 长大了 被欺负 每次都以老人的 谈负和顺从结束 在家居士要孝顺父母 不想让他们不高兴 避开他们与孩子交谈 孩子还是那样 应如何管教这样的孩子 请慈悲开示 这种现象大概是带有普遍性的 现在有些有信仰 懂点因果的年轻的父母 已经是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感到非常担忧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大难堪 很多祝父母的不知道怎么祝父母 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小孩 包括这种小孩如果没脾气了 乱乱了 大了 被人欺负了 不能吃亏了 这是不仅很多上一代的人 就是家长他对这个观念 不能让小孩吃亏 这就很糟糕 小孩的教育一定要严厉 为什么要父亲和母亲 母亲可以慈爱一点 贪护一点 父亲一定要严 严父 该打的要打 如果一个小孩子 对父母一点惧怕感没有 但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小孩的该打就要打 有很多孩子成长是要打出来了 我有个朋友说 他现在比较成就 他说现在怎么样 他就是被他父亲打出来的 他父亲只要他做错什么事 他父亲也不跟他讲道理 就在枕刀之下有一个竹鞭子样的拿起来 他也不等他解释 等他上了床 睡得上了床 就把被子一截就打 不讲 打完了就走 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他就害怕父亲 所以他就害怕干坏事 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父亲不打小孩 老师不管管小孩 这都很麻烦 以后这些小孩大了 自我忠心 这个任性 受不得点气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或者什么跳楼 都是由于这个任性 哎呀 受得那措置他受不了 他就跳楼 等等 都跟他从小这种历爱有关系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长大的被欺负 哪有这个事情呢 一个要教育小孩 要能够吃亏 吃亏是福 应该要退一步 应该要想到别人 现在我们对小孩这种不能吃亏的教育 是导致我们这个国家以后都很危险 所以这个你怎么办呢 那一些老人这个样子 你先教育你的父母吧 然后再教育你的小孩 这个一定要小孩要孝顺 这个小孩不孝顺的话 真的以后会出大问题 实际上很多家长 他有时候生气了以后 真是觉得就想不管了 这个父母对小孩的爱心非常伟大 但是跟佛的爱心还不一样 父母如果他很爱子女 子女很孝顺 他会很爱 如果子女太处逆了 太什么 他会最后就放弃 哎呀 但是佛不放弃 佛是你照五年十二 他都不放弃 那么我想你还是对小孩 还是要耐心 要跟小孩交流 该打的 该打的也就打 这个你就避开你老人 等你老人都不在的时候 把那个父母 告诉小孩 你再告诉老人 再打你 善导大师讲深夜专礼 是否只专礼 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也不用礼拜了 深夜专礼还是指西方三圣 观音世智都是三位一体的菩萨 当然可以礼拜一下 如果你到了专礼 只礼拜阿弥陀佛 礼拜观音世智都是杂羞 那你就麻烦了 不是这么理解 实际上就是我们专心在西方三圣 但偶尔都有因缘 顶礼其他的佛菩萨 也没有问题 释迦摩尼佛 我们顶礼一下 要感恩释迦摩尼佛 没有释迦摩尼佛 我们哪能知道西方三圣呢 这些都不是搞得格格不入 应主的实念技术法 具体怎样技术 技术那就看你的这种情况 如果你的气场吸一口气 你一口气就能把这个实生 念出来当然也可以 但这个可能长时间会比较伤气 所以有两种方法 或者你就是一口气念五句 再念五句 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记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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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五句 可能你想西口气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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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句 如果还可以用三三四 一口气念三句 第二口念三句 第四口念四句 三三四 这都可以 看看你哪种方法 更能够设心 我和妻子都信佛 妻子怀孕五个月了 都能动了 却被北京妇产医生 诊断为脑部发育不了 自己修服的可能性很小 建议不要这个小孩 我和妻子都舍不得 但又怕生下来 父母着急生气 他们年纪已经六十岁了 会受不了打击 其实他们也很想 要个孙子孙女 但目前的状况 父母也会忍痛 按医生的建议做 他们不幸福 对因果也听不进去 我们也知道 堵胎是无法忏悔的重罪 现在我们很矛盾 每天求观音菩萨病毒 普明品 求法师救救我们 中国的这种目前堕胎现象非常严重 这样对个人 对我们国家极不极强 充满着这样的杀身的力气 那么这个小孩 还只有五个月 你不要过分的相信所谓的科学仪器给你的诊断 生命 涅满地都是不可思议的 都是可以转化的 如果你在五个月 它已经是一个 差不多长出四肢的生命了 我们怎么可能 去活活的把你的亲生的子女杀死呢 这就等于你允许的堕胎 等于你亲手把你的子女杀死 这是不可以的 他来到这个世间 无论是六根健全 还是有什么生理障碍 我们都要接受它 这是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具有佛性的 这个生命是跟你有圣神的姻缘的 你接纳了它 就是报答了报恩的众生 就是完成了一个善缘 你真的去堕胎了后果 不堪设想 你就接下来一个杀生的罪孽 他既然跟你缘 说不成 他又转过来 还投身过来 这次投身 可能还跟你是善缘 下次投身 他可能就跟你为缘了 卫生院又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真的 你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也可能会出现那个情况 一切情况都可以转变的 你就自成念观世音菩萨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每天念 那么读普明品 念观世音菩萨 再念大杯之后 喝大杯水 你就这样做 祈求观世音菩萨 定我这个胎中的 这个子女 能够六根完备 能够成为 社会上有用的人 也让他 胎中也可以受三皈依 给他受三皈依 起个法号 胎儿 他也可以听 听声音的胎教 他能够听佛教音乐 他能够听佛号 如果胎儿 你用那种 母 母亲的自成心 来引导胎儿 也念观音菩萨 也念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大脑发跃不了 就是他的念障 如果他在胎儿状态 他消了念障 他就发跃正常了 所以你一定要走 仰靠佛菩萨 念佛的这样的一个 这条道路 要坚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这是本人对你的一个建议 应主曾经开示 不宜 佩戴佛像 因为不恭敬 现在有些寺院 结缘 应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的自排 请问自排 可否佩戴 他有些自排 就是会随意处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应主 从恭敬的角度 不要去应这些 包括树面上 不要去应佛像 拜登上 也不要去应佛像 等等这些 所以你主要 着重在自己的念佛 不在意你挂什么牌子 这个 不需要去佩戴 还是你专心去念佛为好 好 现在看现场 为什么脑海里总是佛现 造母妮食恶 及更多的恶念 有时候对佛也起恶念 我想过去世中 常常再造 五妮食恶 这样极重罪孽 因是过去 从阿别地狱出来后 那种诽谤三宝的习气 仍然存在第八诗里面 这种极重的 绑正法的罪孽 因怒恶忍 这是闭关 我深感三宝之声恩 如果没有三宝 世界上应是何种情况 可如果没有生 众生何以得闻佛法 如果梦中遇到恶缘 如下地狱 想不起来念佛 如果生下现前 马上回复正念 得以脱离苦境 路上有僧人走过 很多人种下善根 何况无形众生所得利益 师父作为佛弟子 我不能像你一样 大功法法 广度寒实 但我们应该不惜生命 复持正法 这样发心 是否可以 颤着或减轻 往昔的 灭障 你这种认知 自我的解剖 很好 我们确实 无量节以来 造作种种的恶业 不仅繁复众生 就是菩萨 他也 奴隶 思维 所造恶业 无量无边 如果有体相的话 尽虚功能拿不了 所以我们要 自成忏悔往昔的厌障 确实 佛法身三宝 尤其在佛灭度之后 身团的存在 对佛法的弘扬 众生的利益 是无论怎么赞叹 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出家的比丘 包括比丘尼 身人 哪怕他不做任何事 穿上这身衣服 能够守住自己的戒 就是世间很了不起的人 端拱无为 福德长流 他这种形象 就会给众生很安慰 很清凉 你不说他看得出家人 他确实会种善根 他比较好一点 看得出家人会念阿弥陀佛 再就是他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烦恼 见到出家人 他会消掉很多 你比如 又没有生儿子 又没有平常自身 没有赚到钱 没有当上官 他有这烦恼 这烦恼一来 他一看出家人 你看出家人 也没有子女 人家不过得很好 出家人也没有钱 也没有官位 人家不很好 他马上他见到出家人 他都会觉得 世间上也有很多 人家没有都过得很愉快的 还去烦恼什么呢 所以出家一法 释迦摩尼给我们留下来 确实是很了不起 那么在家庭 就是众多烦恼的 这样子冤属 在家里 就有种种的 无法言表的滋味 就像牢笼 所以佛出家一法 是对于有缘的众生 开了一条光明之道 所以出家还确实要发菩提心 注持法道 弘法立圣 如果出家不能在利益众生 传播佛法 去做自己应尽的职责 也是有愧的 那作为在家居士 也可以作为父法 实际上大家都是在扶持佛法 出家众是属于内父 在家众是外父 所以能够发心 扶持三宝 扶持正法 那是功德 无量无边了 那不止一般了 不止一般孝顺一章 叶半斤讲 他有一次 是做一个法师 在末法师做法师 末法师做一个讲经说法的 正法的比丘很不容易 会受到很多的诽谤 很多的质抹 很多的这种危险 当时有个国王 看到他讲法 成正 这个道心坚固 就跟他 祝父法 为了这个 赴这个 法师的法 这个国王 虽然他深信佛法 都 都不求戒 不受戒 为什么 他甚至要以动用武力 来保护这个 法师的生命 结果真的就在一次 跟外道要害这个法师 这个国王去保护的过程当中 这个外道甚至把这个国王都 都 性命都 杀死了 杀死之后 这个国王 神时就到了阿处佛国 做了阿处佛的第一个弟子 第一弟子 释迦摩尼佛那一世 做法师的释迦摩尼佛 元旗之后 也到了阿处国 做了第二弟子 做第二弟子 那那个复法的国王是谁呢 就是迦摩尔佛 所以这个 你看看他 扶持正法 他有这么大的功能 所以大家要发信 扶持正法 我们在光迭 看见这个道场 以前有123人 网生 碑文也写了 123人 网生之事 但是碑文上不详细 请开始 这个 连摄的建立 无论是十八高行 还是其他的记载 记载 现在的资料 确实不是很详细 到底是哪123人 断断续续 而且连摄也不是说 这123人同时到达 他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来来往往 包括十八高行 所以这个 123人有网生之事 当时肯定就有这么一个这些事情出现 以后的佛教的资料 随作朝代的更远 战乱等等传下来的 也是越来越缺失了 所以碑文上不是很详细 到底是哪123人 这123人在哪个地方往生 等等这些 不是太详细 但这123人都是跟东霖联社 是有因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般我们就把它定格在123人 这样的一个数目上 现在有人说 只要信愿具足 不持戒念佛 也能往生 并且有人说 能生十宝庄严土 甚至说他已经往生了 对付 我们对净土法门的 这些往生的条件 一定要明晰 要看佛经 看尽忠主是怎么说 不能说偏扰 往生的三之良 是信愿形 如顶之三足 缺一不可 你说你信愿具足 你却不念佛 不持戒 哪有这个说法 就十八愿 这个非常原顿的 靠信心往生的 他也得要乃至实念 哪能不念佛 不念佛 怎么就能够说明你有信愿 你真正有信愿 你一定会念这个名号 再就是戒律 戒律一定要尊重 尤其是这个时代 我们佛弟子 如果五戒都不能去持 我们怎么有资格 说自己是佛教徒 所以一个敬业型人 一定要坚持持戒念佛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杀到淫妄酒 这个助人的起码的条件 要具备 佛陀为道制戒 就是为了原成无上佛道 解决生死轮回这样的目标 来制定这个戒律 这个戒律唯有佛陀出事 才能跟我们宣说 我们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当然现在的众生 我们烦恼很重 持戒不一定持得很清净 不一定很细微的持得很完备 但是不能说由于自己 念藏众就不持戒 念藏众更要持戒 尽自己的力量去持好戒 持不到的要生惭愧心 持不到的阿弥陀佛会护念我们 才有一个待业往生 才在念佛当中 仰靠弥陀的慈悲愿力 用信愿持名感同横钞待业 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出敌的光明大道 这个世间念佛的众生 大部分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凡圣同居徒 这一定要注意 弥陀要解 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见识户没有断的人 往生凡圣同居徒 凡圣同居徒分三百九品 无量寿经和观经三百九品 就是针对凡圣同居徒而言的 断见识获得到方便有余徒 你到时报专业都要至少破一品无名 原教出驻以上的法身大事 才有资格到时报专业徒 这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所能契及的 这些起码的教理都要明白 要么你不明白就听别人一说 他说他能往生时报装圣图 这个东西 这个大话不能说 连偶依大师所视线的 包括智者大师所视线的 都是反圣同居徒 他能够比偶依大师 智者大师强到什么地方去 好 有人皈依几次 并且说皈依一次 境界提升一次 难道学佛人还要多次皈依吗 这个 你自成皈依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每天都有一个三皈依 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加深自己 不一定非得要追求那个形式 这个 有的人 有的居士喜欢皈依很多师傅 皈依好像是极大权似的 要知道不是皈依哪个师傅 皈依佛法身三宝 这个身是身团了 身且的意思 不是皈依哪个法师 哪个师傅 这一定要 我们给别人皈依的比求 一定要说明白 你不是皈依我 不是皈依我们自己 是我们是给他 皈依做个证明人而已 现在同修中受菩萨界的角度 不明界条义理能否受 不明界条义理慢慢理解 但受菩萨界 你能是菩萨的种心 发起菩提心 愿意受都可以过来 主要我们比如东宁市受菩萨界 我们首先会把十重界给大家说明白 四十八清都有这方面的材料 资料慢慢学 还是发心受菩萨界为好 东宁佛号念得较慢 知识单一 常识念容易昏沉 且一生忘念 且年龄长者更容易疲劳 建议誓愿将息归因 念识调长可否 这个东宁佛号 你真正念进去了 不仅不昏沉 而且会清醒 不仅不疲劳 而且轻松 这是可能目前你还没有得法 没有念得卢法 第一这种佛号 你布置和佛号统一 你要把握住 第二 呼吸 你这口气一定要深呼吸 呼吸到腹部 腹部 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老子讲这个虚其心 十七福 这个福是全体的中央部分 福部 最近跟一位老中医也在探讨 他是很懂学位的 他就讲到 观圆穴 是生命的本源 能够把观圆穴打开 身体就非常强壮 观圆穴就是我们的 肚脊 肚脊那个叫 他的学位叫神雀 上面 所以你看为什么气功或者打坐 要一手丹田 他也是把这个腹部的生命能量 把它调动起来 所以我们东宁佛号 你深吸气到那个腹部 就是调动我们本源性的生命 生命能量 这样调动起来之后 他就能够使我们的脉络 气血能够畅通 为什么能够致病 念念佛 念东宁佛号能致病 一方面这个佛号的加持力 另一方面这种深呼吸 慢慢念的方法 就能够进入到 能够很多病就能得到治疗 所以这个东宁佛号 具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妙用 你慢慢的体会 慢慢进入 现在很多地方念得很高很快 脚步随便走 都很难念出这个佛号 应有的那样的一个神韵 和它的作用出来 好 再看看 墨学很想放生 但是尘世放生不方便 请问寄钱给放生组织 是否比亲自放生功德打折扣 这不会 你这个 当下你这一念心是真诚的 我捐一千块 两千块给一个放生组织去做 放生组织这个是可靠的 它也确实把你这个善款 用到了这上面 功德是一样的 请问门关打佛琴的目的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是出家利益众生大 还是在家利益众生大 如何出家 门关打佛琴的目的 就是兼顾信愿行 承办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 这是终极目的 同时在闭关打佛琴的过程当中 能够认识自我 能够认识阿弥陀佛 能够消除涅障 能够开发智慧 能够得到种种 这个心性上的利益 这个 炉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还是亲自来 闭闭关 你来感受一下 要么我们说的天花乱坠 你都觉得你是不是在搞宣传了 我们倒不搞宣传 这个我们东宁市的闭关中心 现在是供不应求 都要提前好几个月来预约 而且我们也不收费 很多人一来电话 你怎么收费 现在收费成本能性的 我们不收费 我们收什么费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的功德金 收这个费 就可以了 就能念佛 我们免费提供吃住 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送到你们口 就可以 在现代社会 出家和在家的情况 看缘分 这个 你很难说 到底出家和在家 因为出家 要看具体的人 具体人而说 一般来说 出家当着利益众生大 但是这个出家人 如果菩提心发不起来 到处去做一些 跟佛教无关的东西 那你也很难说 他的利益做成大 反之一个真正新出家 生命出家 而且富持三宝 传播佛法 这个流浓佛宝 劝自己的家庭和所有人来念佛 劝了很多 你说 这个利益也很大 所以很难一般的来说 具体 应该具体而言 一般来说 同样的一个人 能够发起这个心 当然出家的利益 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看缘分 如何出家 如何出家 你必要勉强 你如果真正有这个因缘 发起恳切的心 求佛菩萨加持 自然成缘 成缘 差不多了 只能说差不多 你说要了成缘 也很难了 不了了之的时候 你就 卖出这 卖出这一步不容易 这个多少人想出家 但是多少人能够出得了家 很少人能够出得了家 这个出家是大丈夫气感 这个慢慢来 今天还有一个调词看看 念佛时同时观想自己整个身心浓在佛光中 可以吗 你可以开始做这个观想 然后在念佛的时候 你就专心自知去念佛了 心就不要一边念佛 一边还要观想 要知道你念佛的当下 就已经在佛光里面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给你这样调整个人脑的 都不能用 谢谢 谢谢